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生且研习会 我们刚刚有法师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文字 有的时候一字会有多意 多意 所以看这个文章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上下文 上下文这个字在这个上下文里头 它代表什么意思 可以用这种方法 一字本来就会有多意 这个自然的现象 所以中国文字是文言文是很浓缩的 很浓缩的 它的意思是很精简 它的文字很精简 它意思很深厚 一个字名字动词 它都可以表达得出来 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学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学也可以解释为效 学习 效法的效 也可以解释为绝 我们现在讲这个好学 我们要把这个好学的意思讲出来 刚刚是看到得 对不对 得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 比较多 因为到啊 到是我们本身具有的 我们一开始就问大家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 老百姓日用之间 他碰到道 他不知道他是道 真的是这样 但是德就不一样了 德 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我们从道进入到德 德要修 道要不要修 我们一般人都讲修道 实际上 道是法尔俱诸 你一定要修德 修德 我们刚刚所讲的 明德之方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格物置之 是不是 就是你出动 你就要绝了 格就是出动 是不是 你绝了才能够复明 你的德才不会昏啊 你不绝的话 你就迷迷糊糊了 一切都是你的怎么样的 俗念啊 习染啊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抉择到 你就没有办法开智慧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在讲 格物置之的时候 我们要提出有两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在大学中庸 都提到过 大学跟中庸 四书里头的大学中庸 更何况是在论语 论语没有讲到 大学中庸那么深 大学中庸是非常的深的 两个字 圣独 圣 谨慎的圣 独 独 独对 独立 独自的独 它很强调 在大学中庸里头 很强调 圣独 圣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体会一下 第一个 这里都没有别人 只有我一个人 那我要小心 我不要做一些 在大学里头讲 戒圣独 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的地方 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 我敢做什么 对不对 那大学中庸告诉我们 你要圣独 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 你要很小心 你的修行就修在 就要在这个地方修 这个就是说 我在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的地方 我要注意我的心念 我的心念 我起了一个什么念头 我起了一个什么念头 我要自己清清楚楚明白 我起了一个妄念 不要这个妄念就一直打 妄念一直打下去 圣独是修行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 我今天做这样的行为 我不是去做给人看的 我如果做给人家看 我的修行要打折扣了 是不是 我是别人看不到 我起了一个念头 我今天坐在这里 这么多人 我起了一个念头 别人不知道啊 但是一个修行的人 他念头一来了 他就觉察了 格物置之 他马上就觉察 我刚起了一个念头 很不好 我很喜欢 也是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弟子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常常拿那个故事 拿那个故事来 来指责问自己 是藏传火教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喇嘛 就是大家一起共修的时候啊 他们要一起用餐 用餐叫做什么 过堂 对 那他坐的位置 是比较后面的位置 那人家沿着前面 就一直在咬汤 咬汤要咬过来 他起了一个念头了 还疼哦 来到我家就无聊了 对吧 是不是 人家修行人 就是修行人 他当下就觉察到了 我起了一个贪念了 他马上把他那个波 把那个波 翻过来 翻过来 然后 那个咬汤的人 就咬过来 他说 你不把波翻开来 我怎么办法跟你咬呢 他说 不了 今天啊 要饿他肚子 他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要饿他肚子 不给他吃了 他是谁 我啊 我刚起了个念头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最细微的地方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注意 这才你的修行 我们的修行 才会有进步 是吧 所以他这个地方 可恶自知啊 啊 中国的这个 可恶自知 四个字 你就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修好久了 对不对 刚刚有 有法师们 来讨论问题 感谢大家的指导 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这个 格物知识 跟好学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好学 讲义里面的 第几个好学 第十个 我孔子 十四之一 一定有像我 忠信像我这样的人 忠信 没有问题 忠信 我们不用解释了 对吧 但是 不如 我的好学 请注意 这个学 一定要解释为 觉悟的觉 你如果把它解释为 学习文字的 这种书啊 那它就没有什么 特别的深意啊 它是在指 学而实习之 为什么会快乐 因为你学的时候 你觉了 你觉察到自己 你也觉悟了 你也更上一层了 好学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说 它是考题哦 真的是 人生的考题哦 请注意 这个好学的意思 这个文字都很精简 一定要特别 好学不是知识的累积 好学不是 我拿的博士哦 我好学 我的学问有多大 不是这样哦 在这个村落里头 一定有跟我一样中心的 但是 不如我的好学 不如我的好学 意思知道哦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先不要讲 先讲前面的一句话 孔子 他很喜欢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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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他全部的生命 在读 异经 我们刚刚 下课也有聊 异经真的是不容易 是啊 所以我是 我 我 逃开来了 逃学了 我都不 怕读异经 现在很后悔 后悔的不得了 疫情 东西 非常的好 他学 已经学到什么状况 学到 尾边三角 尾呀 皮革的那个尾呀 尾大的尾的旁边 那个尾呀 尾边 什么叫做尾边呢 就是说 古时候 我们刚刚讲过 他是 他是用竹片下去磕的 那竹片竹片这么多 他要成为一本书的时候啊 他要把每一片每一片每一片 都穿个洞 然后用那个皮革 皮革那个很韧很有韧性的 把他穿过去 把他绑起来 那就是脚啦 脚啊 书脚 脱脚脚 脱脚就是那个脚啦 脱脚脚就是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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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竹片 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我们说脱脚脱脱脚脚 其实错啦 那是台义的发音 脚就是这样子 孔子读论语论道 读到什么状况呢 尾边三角 角是断掉 他这个译经读读读读读 翻啊翻啊翻啊 翻到那个皮革啊 把那个脚 把那个书的那个皮革 断掉 他不是脱三变哦 他是读了好几遍好几遍好几遍 有没有你们 我们是不是有诗经书 天天都在读 他会不会掉落 他那个书品 没来说 书业会脱落 对不对 孔子读义经是读到尾边三角 那个下多深的功夫在学义经 下很深的功夫在学义经 可是他还讲一句话 疫经后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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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细遍传啊什么都是他写的 他讲了一句话 再给我多活五年十年 还给我五年十年 来学义 来学义经 他还讲这句话 他不是奢求我再多活几年可以长寿一点 不是这样 再给我多几年 我还可以再来读义经 下面一句话再请注意 可以无大过 不会犯大的过失 孔子和等人啊 都是圣人啊 学义经学到尾边三角了 他还希望说 我能够再把义经再把它熟读 我如果读透了义经 我就不会犯错了 我就可以无大过 请把大过写下来 如果能写的话 再给我五年 再给我十年 我好好读义经 读义经要干什么 不是跟人家算命啊 不过啊 我就可以没有大过了 是不是好学 好学啊 下面就开始讲 好学培之 我们现在体会到好学了吧 还没完全哦 还没完全哦 我们要来看真正的好学在哪里哦 也是在讲义里头的 十一个 十一个 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颜渊早死 对不对 颜渊比孔子早死 孔子哭得很伤心 颜渊是孔子最 营养不良 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学生 他是一单食一条饮 然后生活很刻苦 别人不能够忍受这种苦啊 他不改其乐 不改其乐 颜渊 我们稍微简单一下 有一个国君 他来问孔子 他说 您的学生当中啊 哪一个好学啊 孔子说谁好学 颜渊 可惜早死 现在再也没有 这种好学的人了 那他是怎么个好学 来看一下 对好学 你有更深的体悟 我们来看第十一个解释 第十一个 这个讲义 第十一个 颜渊是以达 不迁怒不二过的贤者 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迁怒 怒没有问题 迁有问题 迁 我们一般人都是讲迁怒 就是我对假生气 我把它迁怒到义 这种的江湖 那普通人应该也会做一个 对不对 我们还是勉强可以做得到 什么叫迁怒呢 迁怒不是这样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太看低 言渊了 迁的意思 它的解释是生 生起来 生啊 或者是讲灯 灯高的灯 它是生 迁怒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代语说 生就要牵起来 牵起来 这个叫做迁怒 它为什么不迁怒 我们可以喊 停 我们可以这样喊吗 我们 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是 是克制不了啊 拍桌子啊 是不是啊 再其他一些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这种讲话是不对的 刚刚讲的 修饰一下 迁怒 就是 我心里头已经要发怒了 我已经很生气了 这个 这个叫 为什么叫浩玄呢 他看到他自己 快要生气了 他马上自己 挑副自己 功夫高啊 我们做得到吗 生气的时候啊 真的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甚至拍桌子 甚至出手 大人 对不对 不迁怒 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经济 不二过 我们来看 第十二个字 第十二个 孔子在《易经西词传》里头讲 他说 言世之子 其代数基 代就是 差不多 大概 差不多了 代数基就是 大概差不多 就是他很棒了 快要达到圣人的境界了 数基就是 差不多了 大概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下面两句话 我们能的话 就把它画起来 有不善 未尝不知 我心里头起了一个念头 不善的念头 我满要不知道的 我满要不知道 我们刚刚讲圣读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圣读吗 对不对 我刚起了一个念头 这个等一下 这个摇到这里来 这个饭菜 已经没什么饭菜 已经没有什么料了 是不是 有不善 未尝不知 在旁边写上 圣读啊 我很清楚 我起了一个什么念头 然后 我清楚 我起了那个念头 我马上就把自己挑服了 这算不算好学 这才叫做好学 也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 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一句话叫做 不迁怒 叫做不二过 我犯了错 但是我不再犯第二次 知之未尝复行 所以他的心地功夫就是 聚于德 很重要 这个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心念一直 一有不止 就能够立绝复明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就能够趋近于道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道了 我能够修得 我能够进道了 所以颜渊曾经问孔子 颜渊一直在学孔子教他的一句话 客气复礼为人 客气 什么叫做客气 就是说我能够调服自己 我能够让我的心在很混乱的状况之下 能够回到礼 回到礼的境界 我们中国人讲礼 就是佛家所讲的戒 佛家的戒 就是中国人所讲的礼 我就能够复礼 客气复礼 怎么客气复礼呢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我的五根 我通通都 设住了 经验相及 是不是 我都设住 非礼物动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我通通都 不合理的 我通通都不做 我的心能够做到如此 做到如此 言渊是不是好学 我们当然应该可以体会到了 言渊是不是好学 我们再把十二的往下面看 心地功夫就是至于德 心恋一直一有不值 就要立绝复明 这就是去向道 所以在孟子这本书里头 有写到 言渊讲过一句话 顺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顺是什么人 顺是什么人 了不起的圣人吗 那我是什么人 我为什么比不上 我同样是人 我为什么比不上顺 有为者怎么样 异若是 好奇呀 真的是 真的是 言渊是一个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多看一下 所以他遇到非礼的事 是物事物听 物言物动 积身力酒 毒涉六根 积身力酒 毒涉六根 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人 孔子有三千弟子 有七十二贤 七十二贤 但是真正 真正知道 我们刚刚讲 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 我们达到 道的境界了吗 不一定 我们常常讲 我知道了 其实不一定 那在孔子的学生 七十二贤当中 能够达到 道的境界 知道的人 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言渊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过 言渊了吗 另外一个是谁 真子 真子 所以子宫 子宫有讲了一句话 子宫 我们看第八个解释 子宫是一个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子宫是一个口才 很好的人 是一个口才非常好 他也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人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的文章 我可得而闻 老师写的文章 老师讲的这个课程 我可得而闻 可是老师在讲 信与天道的时候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子宫说 孔子在讲那种 行而上 行而上之道意思 行而上 行而上的信跟天道 一个人的天性 一个人的讲这个天道 我没有办法接受 子宫是很聪明 口才很好的人 我们往下面看 他是文一之二 为什么要特别 把它做一个引号 文一之二呢 为什么要这么讲 孔子问他 你跟颜渊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 你觉得 你跟颜渊 你们的学习能力 哪一个比较强 子宫是口才很好的人 他应该要很 很值得骄傲 是不是 他讲了一句话 他我不如颜渊 他也是一个 他会批评 他会批评人 孔子 他会子宫方人 子宫会批评别人 孔子曾经骂他 孔子骂他什么 扶我则不祥 我就没有这个时间 要我就批评别人 我就没有这个时间 你怎么还有时间 就批评别人 一直就让他责骂子宫 子宫的口才超好的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子宫 他是文一之二 他讲 我只能是文一之二 比起颜回啊 颜回是文一之什么 十 颜渊文一之十 文一之二 不算什么 但是他在孔子的眼里 他也算是一个 凡事都能够通达无碍的高弦 但是他讲了这一句话 老师在谈性语颠道啊 我听不懂 他也是望之心叹 第九 我特别举这两个人的例子 都是很有名的学生 孔子的学生 七十二贤当中 非常棒的一个学生 然有是一个 多才多艺的学生 他学习六艺没有不经透 但是他面对这个 天命之未信啊 他觉得他学不上去 我用一个词很简单的讲 就是形而上的学问 形而上的学问 他读不上去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他曾经跟孔子讲 他讲是不是我不喜欢您的道 我办不到 我办不到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道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只好把一些怎么样 我们只好把这个 急躁占然啊 把这个心定于道 把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佛学的这个词 把它拿来用 道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这个本性不动 无修无德 我们不知从何修 所以难怪我刚刚一直讲 百姓遇到道啊 是错生而过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道 好 问我一下来看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孔子学生七十二贤当中 只有这两个 进入到道的那个境界 不容易 那接下去 是吧 哪两个人呢 第一个是演员 第二个是正子 正子我们把它看快一点 正子日日三省无声 我们在论语里头就学过 为人谋而不争 父与朋友 教而不信服 传不习夫 每天这样的反省之急 深恐他的言行 心恋有所散失 那有一天 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 他把学生叫过来 他说我这一辈子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句话 我们应该懂意思了 战战兢兢 我生怕 因为孔子把孝经 传给这个 这个曾子 把他学问传给曾子 曾子把他学问 传给孔子的 这个子师 他的下一代子师 然后才写上中庸 再传给孟子 他是这样一路传下去的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曾子 他读到 他读到这个孝经 他就觉得说 我要孝 身体法复受赐父母 我不能够毁伤我的身体 我的德一定要修得好 我德不修不好啊 那我很容易损伤到自己 所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薄冰是很危险的 如临深渊 深渊就是深谷 我生怕我的言行不好啊 生怕掉到深渊里头 生怕踩到这个薄冰啊 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 把他学生叫过来 他告诉他学生 打开我的背 他躺在那里啊 你们看看我的手 你们看看我的脚 你看看我的全身 我身体法复都照顾得很好 我没有做缺德的事情 我没有损伤我的身体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可以免于刑罚了 无知免服 我就不会再因为有犯错 而有刑罚 伤到我爸爸妈妈给我的身体 他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学生 而今而后无知免服 你看看 这个了不起的人 无日三省无声 每天反省自己 那这个真的是心地功夫 所以孔子的学生当中 能够达到 道的就这两个人 就言冤跟真识 那都是下功夫的 回头过头来 我们来看 我们的科判里头所讲的 好学这两个字 注意 请注意 人生的最大的功课 考题了 最大的考题 绝名则成 就是诚意 你觉察了 你就知道进入到 是不是 格物自知 诚意 你就知道 刚刚前面的格志 是格物自知 有没有 刚刚的那个讲义 那个科判里头 格物自知 绝名则成 诚就是诚意 另不失正 正就是诚心 这个 我们大家可以在那个讲义里头 可以看到这四个字 在第六个讲义里头 再加句往下面看 好学培之 然后呢 念念醒修 恒修得名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必须要告一个段落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指 修得 这个修得完全是要靠 要靠很实在的功夫 非常非常实在的功夫 一定要好学 一定要好学 一定要知道自己心中的妄念 一定要醒修 念念醒修 不必要如此 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 礼行一样 时时刻刻在注意自己的 起心动念 就是 所以 我们看科判的上面 明德四目 有没有 明德四目旁边写上两个字 叫做智慧 看到了吗 就有智慧了 从这个道 到这个德 那真的就是有智慧了 那接下去 我们要看最后的两个了 最后两个 性向 性向就是体性啊 然后 人跟这个义呢 它就是属于用 所以它在旁边写上个事业 叫做 忍者的事业 忍者的事业啊 它旁边写上个亲民四目 亲民四目 就是我们在讲义里头 我们刚刚有讲的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家具就是什么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对 这就叫做亲民四目 亲民四目 那这个稍微比较 比较可以解受了 解释接受了 因为我们对人 我们看了很多了 是不是 孔子讲的 人讲的很多 那么这个人呢 是一个总 总 它是个 人跟这个艺术的 这个意呢 它是总作用 那人是总作用 意呢 是别作用 意是属于别作用 什么叫做别作用 就是人更具体的表现 人更具体的表现 就叫做别作用 等一下我们给看意 那意可能就 时间就 可以很快带过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亲民四目 我们往下面看 修德行人 德是内在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德 就是它的内在 你内在一定要觉察 一定要反省 每天反省自己 一定要知道自己 开始要生气了 是不是 开始要犯错了 这个叫做什么样呢 这个叫做德 德就是内在 那行人呢 人就是指外在 人是在待人处事上中 去展现出来的 人是在待人处事 所以它是一个事业 它要展现出来 我有个问题 刚刚忘了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三集课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 赵仲修劝李恒 回家好好读论语 请问 赵仲修凭什么 跟他讲这些话 李恒会接受 他有做到 没有错 他有得 反应很好 真的是这样 他有得 他有得 论语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 有得者 必有言 有得者讲出来的话 你一定可以去接受 他做到了 他有得了 你 你没有得 你讲出话来 人家 不以为然 真的是这样 这个得真的是很重要 得展现出来的 那种威仪 那种 那种诚意 那种气质 那种含养 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有讲个气势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讲的气势 气势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结尾的时候 还要再提气势 我们紧扣着气势 来体会一下 往下看 这是呼应前面都讲的 所以这个德就是内在 人就是指外在 说文 说文是汉朝啊 我们刚刚在讲道的时候 也有讲到说文 说文是一本书 可以在旁边画上的书名号 它是汉朝的一本书 说文 文就是文字 它在解释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 是吧 所以说文里头 它解释这个人是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 人者亲也 人者亲也 从人 从下面两话 这两话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把它解释为两个人 两个人 那就是要人得 也可以讲得通 但是最主要最早的 它的造字 这个两话是什么 我们看左边的那个两话 这个二 向 加后 加后 它是一个向形 加后 一层不够 再加一层 亲后啊 是不是 这个叫做怎么样了 这个叫做人 所以它旁边讲 亲后 待人 我跟你很亲 是吧 我是亲 我跟你很亲信 刚刚讲的 赵仲修跟礼衡 是不是很亲 因为亲 所以我会把我心里头的话 告诉你 我讲的是肺腑之言 所以我要亲后 待你 我把你当做我的兄弟 当做我的家人 我把心里头的话 告诉你 亲后 不仅亲 还要后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后 很喜欢深 很喜欢重 是吧 威仪 中国人很喜欢 中国人不喜欢讲清 清乎 清帅 中国人不喜欢这样 你看那个人走路很有威仪 那个威仪 就是重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往下看 所以 人者能生 什么叫做人者能生 我们吃的水果 有没有果仁 对不对 我们吃的坚果 是不是也是果仁 人啊 人它能够生生不息 所有的种子 它都能够生生不息 它都能够出生无尽 在佛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出生无尽 层层不断的怎么样呢 衍生 层层不尽的衍生出来 孔子曾经对 子下讲过一句话 孔子曾经对子下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呀 子下是孔子的学生 你要当什么儒呢 要当君子儒 君子儒 不要当小人儒 儒又君子又小人啊 有没有 小人儒就是我是儒 我是儒家 我是儒学儒学的 可是我只为我自己 小人儒 可是你要当君子儒的时候啊 那就不是为我自己哦 那就是家后于别人哦 那叫做成己成物 这个词我们平常都可以看到 成己 我成就自己 我也成物 这个物就是指别人 我之外的人 这个物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们刚刚讲的格物的物啊 我们把它解释为心念 或者是一个法成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呢 他是特别的讲啊 他是这个 这个君子儒 儒学的儒 你要成为一个君子儒 你要成己成物 你要除了我好 我还要生生不息 要别人好 不断地蔓延下去 所以 君子儒就叫做行菩萨道 可不可以这么讲 君子儒就叫做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就是成己成物 我好 你也好 是吧 那么 种子能生生不息 我希望我是一颗种子 我成己 然后我也要成你 成物就是我也要成就你 我好 你也好 然后你再去成就更多的人 所以他能生 他从自己果人 衍生出来他的能生 德配三财 三财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天地人嘛 是不是 他可以跟天地同高 可以跟天地同寿 请注意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仁者寿 有人得的人会常寿 是这样子解释吗 如果这样子解释 你一定会反驳 岩渊不就很早就死了 什么营养不良就死了 是不是 岩渊不就早死了吗 那他怎么是仁者寿呢 请问你仁者寿 是这样的解释吗 不是哦 仁者寿是 与天地同寿 相不相心 是不是要这样解释 对不对 我们今天活到今天了 我们已经离开孔子 好几千年了 我们还在 我们还在读岩渊 他是不是跟天地同寿呢 他不一定要 仁者寿不是说 我活得很老 我这辈子活得很老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德配三才啊 仁者爱人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两行就是 家后亲后道人 人本道德 学道事业 他把它加成 他把它认为 这个人可以进入到德 可以进入到道 你要学道 你要从这里 扎扎实实学起 不是说我要学道 我就开始去学道 学道是什么 搞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学道就是扎扎实实 从人开始学 它是 它是 仁者的事业 可是我们读论语 会发现到一件事 孔子不轻易赞美人 孔子很少赞美人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他不轻易 因为他的高规格 高标准 他不轻易 所以他品质管制得很好 他不容易 不轻易地去赞美一个人 除非你 你真的是很 达到那个人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告诉 特别让大家去体会的 因为你没有德 你没有道 你这个人 不是真的怎么样 不是真的人 往下面看了 行人之方 我们要进入了 行人之方 一者一也 比较没有问题 一者一也 这个就是 我们在老子有讲过 或惜福之所以 有没有 大家读过道德经吗 或惜 或是读 是福 所以 所以就是因 你太有福报了 所以你会造祸 你会造罪 你会造错 你太有福报 你今天遇到祸事了 你遇到灾祸了 你会激励自己 再去追求 再去怎么样了 再去努力 追求福 所以 获惜福之所以 以就是这样 它就是因 由因导果 由此所起 世界一人 是吧 那我们呢 我们刚刚讲了 道很维系啊 道真的是很难 很难去体会啊 德也很难 必须要从人开始 从人开始 那么 别人对我好 我也对他好 请问你 他叫不叫人 真正要做到人 要怎么样 别人对我不好 我还是对他好 这才叫做人 不是说人 我对大家亲厚 就叫做人 一个人一 一个人一 今天 来了一个人 是过去伤害到他的家 伤害到他的这个 过去曾经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医生要不要遇他 要不要遇他 他曾经车祸 撞到我 他也不理我 他曾经伤害到我的家 他来了 你还要遇他 你才叫做 人一对人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人 人的我对人家好 你一定要我这样 所以这个 狗治愈人 我们如果治愈人的时候 是无恶 孔子讲了一句话 我治愈人 我就不会有 不好的行为出现 今天他是我的敌人 我照样要帮他 他是我的敌人 我不会幸灾乐祸 对不对 是吧 这个 就是人 在路上看到 孟子讲了 在看到有一个小朋友 调到井里面去了 会不会救他 这是孟子讲的 我会不会去救他 我是为什么去救他 他爸爸是县长 他爸爸是行政院长 我赶快来救他 因为我会有好处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你这个救他 就不怀好意了 是不是 我们人 其实坦白讲 我们的人的心 本来就具备了道德人 本来就具足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而已 我们真的本身就具足这些东西了 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孟子所讲 你看到一个小孩 快掉到井里头了 你第一个念头 绝对不是说 他是不是名人 他是不是什么人之后 我就救他 你第一个 一定冲过去 要拉这个小孩 这是真正的你的真心 发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知道把握这个东西 往上去修德修道 那很快的 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人去启发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心 是很可惜的 我们在早年 我小时候 我学生时代 有那个好人好事代表 模范母亲 有没有 模范父亲 模范青年 那个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发掘 人心最 最维系 甚至最可贵的人心 要把它发掘出来 所以我们往下看 所以我们的人 必须要怎么样呢 要立行 有一个 孔子讲的一句话叫做 立行进乎人 你能够去实践 你就跟人差不多了 所以 己欲立而立人 下面有讲 这完全是论语里头的话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我想要好 我希望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好 己欲立 我希望 我希望我能够 立身 于这个社会上 我希望我能够立 我也希望 别人也能够立 我希望我能够答 我希望 别人也能够答 这个叫做 犯爱重 立人达人 人幼 人老 一样的道理 幼 无幼 以及人之幼 我对我们家的又年纪小的小朋友 我很照顾 我也希望去照顾别人的小朋友 老我老 我希望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家的老人家 我也希望别人的老人家 好啊 这叫做人 这叫做人 这叫做 孔子告诉子下 你要当君子人 你不要当小人儒 君子儒 不要当小人儒 孔子就告诉子下 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君子儒就是行菩萨道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是吧 立人达人 人又己 人又人老 不也是 不也是 行菩萨道吗 所以修身为本 推及到哪里 治国平天下 治平就是 治国平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 一个修行人 一个学儒学佛的人 他的起心动念 不要为自己着想 这个是非常最重要 如果说我们能够 为别人着想 处处为别人着想 能够加厚于别人 那么我们就会 入德 入德听懂吗 我们在人 我们能够处处为别人着想 我们就会入德 就会入道 我们刚刚讲 道不好讲 因为道是非常非常抽象的 是不是 我们能够人做的道 我们就会入德入道 孔子赞美 孔子赞美言冤 其心三月不为人 三月不违背人得 有很多人都笑话了 三个月不违背人得 那三个月后呢 请问该如何回答 为什么他要讲三月不为人呢 自然还是人 对 有没有错 然后呢 自然他还是人 三个月是一季 对不对 一季 你一季能够做到人 季季都是人 自然还是 就会行人 因为他的心 心定了嘛 定于道嘛 我们刚刚讲 你行人 你就会入德 就会入道嘛 你自然就会行人嘛 所以不要在这个文字上啊 去怎么样呢 找查啊 对不对 有人就说 那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 你在观察嘛 对不对 一个有人得的人 他三个月后 他就不为人 他这三月是表示 他有一段时间 长时间不违背人得 这个是孔子讲的 赞美这个 演员的一段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了 人数深造 这句话表示什么 表示 一没有离开人 他没有离开这个人 他才能够显人 他才能够显体 他没有离开体 没有离开体 他才能够显体 所以他特别讲了一个 人数深造 深造一德 是吧 没有离开人 没有离开体 才能够显体 心里头充满了 恭敬 敬让 我们往下看 行人之句 行人之句 跟行 行意之方 依人胜数 我们在论语里头 有一句话 叫做 理人为美 大家听过吗 论语里头 有一句话 叫有一篇 理人篇 它叫 理人为美 理人的理 是动词 理是动词 就是选择 先从字面解释 好不好 选择 有人得 风气的地方 去居住 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 选择 我们今天选择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有人得 所以啊 我们一起 住在这里 我们都 住得非常的 平安无事 相处得非常好 所以你选择 住的地方 是很重要 那这个理人 原来的意思是 选择好的环境 那请注意哦 他有他的 隐身意 哦 中国文字 有他的本意 跟他的隐身意 哦 这个理人 包括什么呢 我选择一个好朋友 也是理人 我选择一个好的职业 好的职业 也是理人 我选择一个好的团体 也是理人 他的隐身意很多 我的抉择 我选择这个地方 那对我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我会影响别人 别人也会影响我 所以他这个地方 依人胜数 理人为美 不可不谨慎 所以要谨慎 要非常的谨慎 你依了这个人 要去行事 行人之据嘛 据就是工具嘛 你行人的一个工具 你要非常的谨慎 那么什么叫做义 他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 义就是才能 才能为什么叫人数 我们刚刚所讲 你选择的工作 对你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呢 是不是 这绝对是很重要 我选择的工作是有益于别人 下面举例说明 这个例子会非常的好 一个叫做使人 一个叫做寒人 使人 使是箭 我选择的工作是打造箭 打造兵器 兵器 我选择的工作 我这个箭一定要打造 或者是我打造的 一把箭 一把刀 那他这个箭是那个射箭的箭 那引申为 杀人的刀啊 箭都可以包裹在内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要 要 我今天要打造一支箭 请问你 你的念头是什么 我要把这支箭 打造得很锐利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打造不锐利 谁买你啊 谁买你的箭啊 我这个箭一定是很锐利 很锐利 这个叫做怎么样呢 使人 打造箭的人 唯恐不伤人 这支箭射过去 就把你怎么样呢 穿透了 韩人是打造那个盾 盾 箭射过来了 我盾马上挡 那我打造这个盾的人 我就唯恐这个盾啊 不防范周到 所有的箭都伤不了我 所以你选择的工具 是影响你的德 影响你的人 你选择使人啊 是没有不伤人 你选择韩人 保护人 我选择这个盾是保护人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韩人 韩就是盾啊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写黑板 黑 矛盾的那个盾啊 是不是 就是那个盾的意思 变异本质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私奈人数 以益 往下面看 以益之人 以益之人 以人养益 以益护人 以 我用益来 掌养我的 人德 用益来保护我的 人德 是不是 同样拿刀 我拿刀是来救人 我替他开刀 同样是拿刀 有的人拿刀来伤人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 就是说 我用我的益 来掌养我的 人德 我这把刀 可以救人 绝对可以救人 是不是 所以 互相成就 来提 提高这个仁爱 接下去往下面讲 六亿百宫 皆不离人 六亿百宫 六亿 我们以前有没有学过 我们这个地方 我没有特别写 我没有特别把这个 六亿解释出来 因为我觉得 不需要解释太多 礼乐 舍御 书 述 这个叫六亿 我们记得 我们在初中 在国中的时候 都读过这个 那我们现在 做结论 第一个 先弃势 我们刚刚所讲 先有胸量 先有胸襟 是吧 然后颂业一请 风骨难得 这个故事 我一定要讲 大家都听过 这是 玄奘大师的故事 玄奘大师 我们都知道 他的故事 我们就不再想讲 那有一天 大业八年的 好像是隋 隋阳帝大业八年 他要征考 27个的 这个僧人 要给他度蝶 然后 玄奘大师 在考场外面 徘徊 碰到 主考官来了 主考官就是 正善国 他看到 玄奘大师 他小朋友 你想考 你想 那叫考什么 就是你要参加考试吗 他说想啊 但是 我年龄 我不够资格 我不够资格考啊 跟他谈话 跟这个 玄奘大师谈话 那这个 这个主考官啊 他进入考场的时候 他说 这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 风骨难得 这个玄奘大师 小的时候就很爱读书 非常喜欢读书 非常喜欢诵 诵情 他爸爸 他在八岁的时候 他爸爸在跟他讲孝亲 孝亲是孔子 为曾子讲孝亲 曾子 必习站起来 他爸爸 玄奘大师 讲到这个孝亲 想到曾子必习啊 玄奘大师 马上从他的座位 站起来 他爸爸说 你干嘛 你干嘛不坐的 你站起来干什么 张子天老师讲孝亲 都站起来了 我当然要站起来了 你看这个玄奘大师 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不简单的一个 那这个 这个郑善国 特别强调啊 风骨难得 颂业啊 可以后来补充 颂业议成 玄奘大师 这样的一种风骨 这样的气势 真不简单 那下面的 偶一大师的这个话 我们就不再讲了 是不是 有出个见地 有品格 那个都是属于气势 都是属于气势 我要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论 我们中国有一个 清朝末年啊 民国初年 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叫做丁龙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这个丁龙啊 他没有读过书 没有读过书 他只有庭讯 什么叫做庭讯 这个典故 我们 我这个 这个也没办法讲了 听讯就是父母的教诲 听讯就是父母教他 父母教他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行术道 你一定要有中术之道 是吧 你一定要有中术 中术 大家知道 从小就告诉他 这个丁龙 他听进去了 后来他到了怎么样了 他坐船到了美国 他为这个美国的一个退役将军啊 帮佣 他在家里头帮佣 他时时刻刻想起 他爸爸妈妈教他 一定要有中术 有中 有术之道 他做得很认真 哪怕这个主人 这个退役将军呢 退役将军的脾气很大 他被责骂 他也是任老任怨 他把他的家处理得很好 把事情做得很好 这个美国退役将军 他觉得好奇怪 他以前是瞧不起华人 瞧不起中华文化 他觉得这个 我家的这个仆人 我怎么骂他 他都任老任怨 把事情做得很好 他就把这个人的 这个他家的仆人的事情 这个记下来 然后带了一笔钱 跑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去告诉哥伦比亚大学说 我告诉你 我家有这么一个仆人 他很特殊 我现在给你一笔钱 当奖学金 你们好好的去研究 这个中华文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 这么样的一个人 结果哥伦比亚就 开始投入去研究 我们中华文化 所以在美国的 这个研究汉学 我们叫做汉学 研究汉学 第一个的就是哥伦比亚 最有成就的也是 后来其他的大学 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叫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叫做什么 我们的讲义的 最后一句话 这叫做落实 我们还有偶艺祖师 偶艺大师 偶祖 偶祖他所讲的 他写给这个朝远的一封信 他提到他说 凶啊 朝远凶啊 你平常的学问啊 都是在语言文字上用功 你的学问都在语言文字上用功 你没有像义理上去体会 在那个讲义的最后一句话 你没有像义理上去体会 我们今天就是在谈义理 对不对 你没有去 下面一句话叫做什么 没有落实 功行就是落实 偶艺大师告诉他的朋友 你仅仅仅仅读文字而已呢 你没有去体会他深一层的意思 你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关卡转过来 转得此观例子啊 你才是大圣净土音 我们看了这个 这几个字啊 至于道具夷得 与人犹豫亦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要落实 谢谢大家 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 慈悲将不会停止 生生世世 一辈子陪伴着你 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 海棠四辈基金会 华博账号 5041-6116 5041-6116